所以已經求婚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還沒啊 我們本來就打算今年節 這樣子 哦 對 只是日期沒有確定 就先登記 會不會細化求婚嗎 欸 還不確定 我沒有辦婚禮 那麼call喔 啊 那麼call 對啊 為什麼 他不想請大家吃飯的 為什麼 麻煩啊 啊我們會 我們會去嗎 沒有我們應該就 我們至少會知道吧 就沒有辦婚禮 啊就沒有這一天 啊你們就公證 你們不是要兩個人 公證會啊 要寫證婚人 我們嗎 當然 當然耶 是嗎 對啊 所以已經求婚了嗎 沒有啊沒有沒有 還沒啊 我們本來就打算今年節 這樣子 哦 對 只是日期沒有很確定 就先登記 那會細化求婚嗎 欸 還不確定 對 為什麼會今年節 我們也 在一起很久要今年啦 我也32歲啦 幫他們問的發明 對啊 你不想說要 是正經年輕的人嗎 沒有啦 沒有沒有 沒有計劃啊 除了要生小孩 對 目前沒有計劃 還是以後都沒有計劃 目前沒有計劃 對 那鑽戒也買了嗎 沒有 沒有 你有打算花 在鑽戒花多少錢 是你的上限 一百萬 一百萬 鑽戒有這麼貴的喔 要貴嗎 哈哈哈哈哈哈 兩億的都有 都有 可能 我不知道欸 要看看 研究 對要研究一下 看一下品牌 還是銀樓那種也可以 哈哈哈哈 因為我鼓鼓開銀樓的 哈哈 對 我鼓鼓開了銀樓在瘋人 那可以春風 如果他結婚你會爆多少 蛤 我沒想過 我今天才知道他要結婚 真的 真的真的 講了好幾次而已 我沒在聽嘛 大概抓一下 抓一下 我不知道欸 沒有 可是我 應該不會 你希望我們爆多少 對我就是想說 就是先等計 等計的 對 哇那 你就賺不到他們的錢 你怎麼爆錢 蛤 我半婚禮還蠻好的 那他會今年過 你要什麼 自己把他媽的 我們要去滑雪 我們超愛滑雪的 你咧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沒有他媽要去滑雪 對 可以滑嗎 喔我不會滑雪 對 Snowball 你是Snowball還是Snowball 蛤 蛤 你是哪裡 喔Snowball Snowball 對 他又是哪裡 欸 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 對 我們先排假 可是你沒有去嗎 對啊 過年期間 過年期間 對 今年吧 他又幾個婚禮 他又幾個 對 講幾 去他的婚禮 我們要扮婚 喔 拍子 喔喔 喔 喔 很小 默契 默契 那麼酷喔 那麼酷喔 對啊 為什麼 他不曉得請大家吃飯的 不是 為什麼 很麻煩啊 有道理 對會很麻煩 啊我們會 我們會去嗎 沒有我們應該就 我們至少會吃到吧 我們要辦婚禮 啊就沒有這一天 啊你們就公證 你們不是要兩個人 公證會啊會啊 要寫證婚人啊 要證婚對 啊兩個啊 我們嗎 張蘭捏 是嗎 對啊 你是找我們兩個 我就還沒確定日期 喔好好好 所以你可以找他們當那個 證婚人嗎 證婚人是當OK啊 證婚人不是很多一個 要兩個人嗎 所以你有考慮他們兩個嗎 一屁啦一定沒有啦 哈哈哈哈 好他怎麼沒確定日期 我想說你有一次 沒有想要辦公證嗎 對 對 太結婚了 好不要問這麼深入啦 哈哈哈哈 他現在出來 哈哈哈哈哈 恭喜你 因為這個問題問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 還不然請大家吃Buffet就好 還規定要站著吃啊 Buffet不錯啊 對 對啊 就是可以吃Buffet 然後喝酒這樣子 變娘店那種 變娘店 變娘店的自助餐喔 我覺得我們吃自助餐就好了 因為好吃比較重要 對啊 重點是大家住在一起 我們不用分文 我們不用分文 大家一人拍個店長啦 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大家 聚在一起一起來見證你們 對對對 這樣時刻 東西好壞不重要 好好不好 太好 好